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是喜欢做好一点 我以为心事往前走 不想停下来去戴个帽子 停下来去拿个奖章 我摆一桌子的奖章 就证明我能够能干了吗 你证明我能把武器做好吗 我认为一位大军在西亚特里 回到一个证明 证明的证明 证明10个国家的罪犯 由两个企业公司的公司 Huawei Technologies 在2012年 Huawei开始了一专业的努力 拆取一些信息 关于T-Mobile用来证明的电脑 我不知道美国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美国我们暂时不做 也没多大关系 因为以前我们也做不进去 至于美国市场 我们有没有可能进行 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因为没有美国市场 我也是世界第一 我们没有需要 这个培解需要美国市场这个概念 华尔有这么大价值 华尔没有这么大价值 在中美谈判过程中 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从年轻时候就是很亲美的 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亲美的 你把我 几十年来对公司的指导文件 细细读一遍 发现里面全都是美国精神 所以美国政治家 他抓手抓错了 美国应该有信心 华为这种小兔子 是不可能颠覆一个什么 一个产业的 所以因此 应该跟华为要加强更多友好 我们的进步是不断地在进步的 发现我们的问题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设备没有问题 我们是说没有任何恶性的问题 应该这个网络的主权 是所在国的国家 和所在国家的这个阴影上 华为只是卖了一个裸的设备给他们 所以华为不存在有这个权力和能力 做任何事情 如果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发现华为共是一个后门 那么我们在一百个七十国家的销售 就受到极大的挫折和影响 那我们的公司经济就会大衰退 全世界如果还不能达成公有的时候 我们愿意推动中国政府 和一些国家政府 签订没有网络后门的这些协定 所以关于我坐牢的担心 你现在就放心了 我坐不了牢了 我们只知道孟晚舟在加拿大没有犯罪 在美国也没有犯罪 抓孟晚舟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第一点 首先必须要有事实 第二点 必须要有证据 对吧 根据这些东西 法庭在总会公正 公平的 公开 透明的公开这些东西 才能证明它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认为它不会有多大问题 只要大家敢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公开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记忆相信法庭 我觉得台南部讲这些话 给中国政府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自己真正要搞好了 搞不好人家真要把我们打垮了 可能中国政府慢慢的幻想就少一点 我认为台南部政府逼中国进步 这有啥不好呢 They're going to do well But I want them to do well They're not going to catch us 因为5G不是政治 然后政治家画一个线 然后就出现了两个板块不回答 我认为它已经通过了统一的标准 如果不能复粮复通 一定会增加非常高的成本 我们能不能给这个世界提供服务 对我们来说是最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把这个价格定的很低 我们才是对世界的破坏 对西方公司的残杀 当我们价格定的比较高 就给别人公司深层留下了空间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 获得的超额利润中 就把更多的那些支持大学 支持这些客家进行未来的探索研究 5G就是一个工具 它现在是比人们夸大它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认为不会像想象的 这么对人类的贡献力有那么大